先分享个好消息 是我从网上刚看到的 说咱们天山胜利隧道 是世界再见的最长高速公路隧道 是贯通南北江的超级工程 预计将在2025年10月底通车 建成之后 从乌鲁木齐到玉璃县 将从7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 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想到上午我刚刚讲过的 立香铁路通车 感慨了一下我们是真的牛 基建狂魔不是随口说说的 然后我就想在评论区 找到跟我志同道合的称赞声 结果我就看到了 居然有不少人聊到了长城 您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 不要奇怪 长城贴磁砖早晚一天的事 还有人说 能不能把长城贴磁砖的活包给我 我不禁配不起这些人的脑回路 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还有的说有这个必要吗 会不会破坏了天山的环境 觉得破坏大自然并不是好事 还是把百姓的福利提升 能否像考古发掘一样 非不得已才能为之 狂魔干多了未必是好事 高铁高速公路上的太猛 中国基建破坏大自然的先锋盾 大家估计下每公里过路费吧 啥时候把猪木朗马封打通 天山同老同意你们修路了吗 对 您没看错 这么一条正是八经的新闻 评论区里边都是这些玩意儿 这我就明白 为啥上午我发的那条 讲理想铁路的视频 发出来有那么多阴阳怪气的 还有骂我的 说来说去还是那些抽氧层的话 你在国外不能说国内的事 国家怎么不干点正经事呢 等等这些吧 难怪有的网站都帮我 把评论区给关了 可不是我关的 是人家好心怕我被气死 就帮我关闭了 给管理了一下 我估计这些评论的人 都得是特别有本事的大人物 能操心得了咱们这么大的事 你们得比咱们这个大家 更有格局更有远见 那可一定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best of the best 对不对 我寻思上 你们不让我看国内的事 让我看外国的事 可以我就刚好看到了这个 就什么国外大学生看橄榄球比赛 一个几秒钟的现场小视频 能看出个啥呢 我不知道 看评论区之前 我顶多是想到年轻真好 充满活力 就这样呗 结果看了评论区发现 我还是太缺乏想象力了 为什么他们这么快乐 国家有希望 民族有未来 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这才是人活着的样子 他们每个人眼里都充满了光 眼里充满光 快乐发自骨髓里 这种自由快乐 一眼就能看到眼里的光 这种信仰完全是与生自来的自信 能不能给他们安排个加班 没有加班费的那种 我也不知道咋的 说的这些话 我就手舞足蹈起来 就感觉得加点动作才能有力度 就对于这么个几秒钟的小视频 他们能想出这么多 连人家眼里的光 骨髓里的快乐都看到了 还有人家大学生 好像还没上班呢 你们这么带节奏不大合适 我想大家也都听明白 这些人在干啥了 其实那不是啥新鲜思路 不就是在评论区带节奏吗 从咱们建隧道 能够联想到长城上贴词砖 从外国大学生看个比赛 能联想到人生路上眼中发光 妥妥的一点待面混淆视听 无所不尽其极的引导 我们中国的网友们 集体唱衰咱们自己家 我这样的博主出来陈述一下事实 哪怕有一点表扬的意味 都要劈头改脸的把我说一顿 说我没资格说这些话 怎么的我没资格 你们这些在国内的 还要唱衰咱们自己家的人 就有资格吗 如果我说的话让你们听了不舒服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根本不爱国呀 因为真正是爱自己祖国的人 不会听了这些话不舒服 其实我一直就觉得 你不爱就不爱了 怎么还好一丝出来在网上 把那些难听的话说出来 怎么还好一丝在评论区里边带节奏 我明明是看到了1700的既视感 但我相信还真是有人带着脑子 带着心灵的在说话 在看评论 这就很让人感到失望了 朋友们 我觉得咱们现在网上 这些散布负能量的人 真的很多也很坏 我说的这些 还都是本身挺乐乐呵呵的 视频的文章 都让他们往负面上带了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 在网上天天发布咱们社会事件 专挑那些引起对立 和大家焦虑情绪的那些发布的 评论区更加的不堪入目 其实我想给大家所提个建议 就是少看点那些负面的视频或者信息 看的越多你就越焦虑 不信您试试一段时间不看那些 心情会好很多的 所以我希望多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 人生在世 我们已经要面对很多困难问题 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了 为什么有的人还是总要给我们增加 负面对立或焦虑情绪呢 积极向上的生活不好吗 那些一心觉得咱们这不好那不好的人 赶紧润了不就完了吗 干啥一天到晚呢在网上硬硬硬的叫唤 我劝你们快点离开你们讨厌的这片土地 那样你们的眼中才能有光 你的人生才能散发光芒 不能在咱们这堂堂正正的做人 愿你们出去以后能够挺起胸膛来 快快乐乐的生活 做个真正充满正能量 骨髓里边都透露着快乐的人 这样对你们的身心才更有利 微笑着好言相劝 加油好运 摸摸达笔心了 加油好运